一讲到这个讲话 确实那是我们不断回忆的一个场面 记得前面上一次的那个课件里面 我们还有一幅图画是吧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那幅画大家都看过是吧 毛主席站在这个中央是吧 那是5月2号到23号 讲话大家要了解几个情况是吧 5月2号毛泽东做了引言的发言 那么16日和23日 他们一共举行过三次会 前后有几十位作家发言 是吧 那么在最后的一次会上 毛主席做了结论的发言 毛主席讲话的时候 他只有提纲 是会后的胡乔木等人 根据书记和胡乔木的笔记 将毛主席将毛主席的两次讲话 才整理为延安文英座档会上讲话 这不是毛主席事先他做好的一个稿子 是他那一个提纲在讲的 里面呢可能融入了不少这个 小木统治整理的一些想法 当然这些都是按照毛泽东的参考的 毛泽东的书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录音 没有录音笔是吧 他只能是用书记的方式记下来 所以大家要掌握的是 这个讲话的奠定了革命文艺的理论基础 奠定了革命文艺的性质方向 而论务与方向 对中国现代文学像当代文学的转折 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现代文学之外 还有一个当代文学 为什么二十世纪的文学 它要化成为这些段落 它能都用各自不同的历史的一种 内在的一种意义 讲话当然它的内容非常丰富 涉及的面非常多 这里我只讲三个最基本的要点 就是立场与世界观 方向与性质 普及与提高 立场与性质 其实也是革命文艺建议之初 它最要下功夫下气力的 一项工作 就是这么多的知识分子 他们读了 不只读了古书 也读了外国的书 是吧 但是现在中国 这样一个革命文艺 它面对的任务 它是这样一种任务 它是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 来推翻三座大山 是吧 来建立新中国 来创建一个新的民主的 自由的平等的 这样一个新中国 为这样一种理想奋斗 所以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提出了这样一种要求 那么当时在延安 大家会知道 那个情况是相当的复杂的 很多的青年学生是怀着革命的理想 怀着对延安的憧憬 到了延安去 是吧 那么甚至有一些 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这投尊延安的很多呢 是富家子弟 是吧 大家要知道 很多左派 不是说他 公了农民 他都想 他都想致富 脱贫致富 他想成为资本家 成为地主 但是富家的子弟呢 他想革命 他想推翻旧的制度 你发现这点是非常有意思 你看看中共的这些高层领导们 毛泽东能够读到这个湖南第一师范 家里肯定有几亩地 是吧 有几头牛 那么周恩来家里是地主 是吧 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家里 也是这个地主 是吧 刘少奇也是地主 是吧 中共中央政治局 当时的政治局 恐怕夏天出生都是富家子弟 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 并不能这个说明 这个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正因为他们有的知识 他们接受了革命的真理 他们怀有这种革命的理想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那么要为世界的穷苦大众求解放 这是他们那种革命理想 那么当然我们会说这个旧时代旧社会 那么平口农民 包括工人 他们受那种封建主义的思想 自然就是思想的一种毒化 是吧 工人就想成为资本家 农民就想成为地主 是吧 这个其实在我们后来的文学作品中 不管是这个毛粉的子业也好 还是上海的早晨 还有土改的小说 就像《创业史》等等 合作化运动的作品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 那种思想的残余 它是始终存在的 所以这种思想 它被描述为一个阶级斗争 这是后话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在延安 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 那么那些知识分子 也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来显示出他们的个性 他们的文化 当时延安有三大怪人 是吧 一个是萧军 是吧 说话的非常随便 当时讲话 毛主席的讲话 刚刚一发表一讨论 那么萧军就站起来 第一个发言 他就反对 他说文化 文艺 文学 这要什么党的领导 过去的没有 现在的也不应该有 是吧 他说那就是压制 文学一直就是追求自由 这是就是作家的权利等等 当时马上胡乔木就站起来 非常严厉的 拨斥了 这个 萧军的观点 两个人就吵起来 当时非常吵起来 那么据说这个当天晚上 这都是回忆录 回忆录回忆的 车面都不太一样 就是毛泽东说 有了反面的靶子了 有了反面的靶子了 那么其实当时 我上一个也说到 萧军在那个时候 毛泽东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是吧 毛泽东讲话的时候 他给他递过三四条子 毛泽东最后说 萧军同志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讲完 那是非常非常的客气 是吧 你现在谁敢给种族记 随便递条子 那么那个时候可以看到 他是非常 非常这个平易近人的 还有一个怪人是谁呢 是王世卫 王世卫天天坐在俱乐部面前 晒太阳 晒太阳呢 俱乐部呢 他延安的窑洞 那个山坡呢 这个高低不平 下面呢 俱乐部呢 天天开舞会 唱歌 是吧 他影响他休息 影响他晒太阳 他说他要拿一盆 手游弹 要把那俱乐部炸掉 这就是当时这个王世卫 这个 这个王世卫 也百合花 所以后来 这个在彻底 阳安的路上 被枪毙了 还有一个怪人 谁呢 是想心海 想心海什么呢 想心海每天要吃一只鸡 这个很离谱 当时这个 生活非常困难 毛泽东一天还吃不到一个鸡蛋 他说一天要吃一只鸡 他说我弹钢琴 我艺术家 没有鸡我弹不动钢琴 你说这成了什么道理 是吧 所以这个非常离谱 你就说 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 他还很狂妄 是吧 他还敢说他要吃鸡 是不是 就很有 就是某人意识 说他有个性 那一方面 也一看到那时候 知识分子非常散漫 非常自我 是吧 他完全不顾及别人 他是这样 所以但是那一方面 也可以看到 原来当时是很有活力的 都是很青年 非常青春的 是吧 那么那个时候的 党的领袖们都是 三四十岁 二三十岁 很多军长师长都是二十几岁 我们后来审判四郎帮的时候 看到五法县 那么傻乎乎的一个胖子站在那里 是吧 觉得他太少 二十六岁 二十六岁他就当军长 是吧 那这也不是草包 我们那个时候说 怎么会这么少的人当空军司令 那飞机还不都掉下去 但是人家二十六岁当军长 所以那个时候这非常 共产党人中确实是青年残军 二十几岁当师长军长的 非常多 那么当时你可以看看像周扬那些人 他们都很年轻 也都是三十二三十岁三十出头 是吧 丁宁 是吧 丁宁那个时候 1936年到延安 那也才这个孤岛子 也就三十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那个时候延安的文化 它是充满了青春活力 是吧 然后的知识分子 也自由散漫 也表达个性 那么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 这样一个城市带来的这种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作风 那么当然更加严重的是 政治方面的斗争 当时是正式延安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呢 因为当时共产国际 这是一条线索 那么另外呢 党内的不同的这些派系 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 所以全党需要统一思想 统一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上来 所以延安的整风运动 当然整风运动是被扩大化 当时康生就是一个 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干家 但是有很多 关于整风运动的材料 我这里不说了 很多书 当然那是一个 整风运动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 除奸啊 除奸运动 很多共产党的莫名其妙的 就被关起来 关起来就被杀害了 所以那是一个 斗争也是非常非常的残酷 政治斗争非常残酷 因为是在非常严酷的 那种环境中 大家想一想 当时在延安 那么 我们会知道 湖中南的部队 是吧 当时还有东北军 蒋介石也调遣 东北军西北军 来围剿延安 这个张学良也没想到 他的东北军跟共产党一打 共产党才八百人 就打败了他一万多人 是不是 他的精队部队 被共产党打发下 那么西韩事变 其实这个 大家会说 有些历史学家说是 张学良 一时青年血性 是吧 张学良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花花公子 那么 然后面对这样一个 搅供的时候 结果这个 指挥 指挥部力 精队部队一去 就被共产党给干掉了 他生怕后面的部队 精队部队都被共产党干掉 所以 他发动 西安政变 我觉得这种解释 不太符合实际 这个张学良 大家想一想 他在东北 是他的这样一个基地 那么 彻底的东北之后 不让他去抗日 让他的军队去打共产党 这是蒋介石丸的这样一个花招 那么蒋介石一声犯的错误就在于 他总是 要 拿 他的非敌系部队 去和共产党消磨 是吧 然后呢 这些非敌系部队 一个一个都有的 打败 然后不断的是败仗 不断的是败仗你这个士气就没了 然后呢 不断的这个 有些倒戈 有一些这个 整个阵营的瓦解 所以 有历史学家 军事学家说 蒋介石丢掉了东北 他当时没有 重新派张学良去东北 这个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错误 非常大的错误 结果东北一丢 整个国民党后来就兵败 罗山岛 但是恰恰 不只是一个战略的错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共产党得到人民的支持 它代表了新的未来 所以 张学良对蒋介石说 老百姓都在支持共产党 我们是陷入了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中 我们这个战怎么打 它没法打 但是 但是可以看到 延安他始终是在 非常危机的和紧急的 这样一个 战争的环境中 所以整风运动呢 他扩大化了 激烈化了 我们也要回到 那个战争的环境中去看 当然确确实实是 是带有共产国际的 这样一个非常 负面的那些影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那个时候 毛泽东对这么多的知识分子 来到延安 他是感到了由衷的一个高兴 所以他讲话一开始说 我们有两支部队 一支是诸种司令的 一支是卢种司令的 那么这是希望 知识分子能够统一起来 能够团结起来 能够为党的事业 团结一心去战斗 所以在那个历史情况下 他的这种呼吁 他的这样一个 这个号召 是非常非常有 是非常及时 同时是非常有力量的 所以他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一个立场 和世界观的问题 就是你这些知识分子 你到延安来 你是干什么 是吧 你不是来跳舞 不是来找女学生 是吧 女学生也不是来找浪漫 到延河边去散步 是吧 引马骑马跨腔 是吧 不是这样 而是要为解放中国 为创建新的中国 为中国的劳苦大众 为工农兵 去做出你的贡献 所以你一定要把 你的立场 世界观 转移到工农兵这去 所以这是毛泽东的讲话 他始终要强调的 这个大家都可能 都非常熟悉了 这些观点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毛泽东说 这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只有深楼到工农兵生活实际中去 与群众打成一片 才能实现立场的转变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 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 一定要在深楼工农兵群众 深楼实际斗争的过程中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 逐渐地移过来 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 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那个时候的女法和现在 有一点不一样 这里我又引了 梁冰谈红西浦的 这样一个看法 那么他也是讲到 他的世界观的转变 是怎么 转化为他的创作过程 是怎么通过世界观的转变 他对他作品的表达的主题 有了一种深刻的进一步的理解 他说在我来说 主题思想又是和小说的内容同时形成的 从我的青年时代开始受到党的阶级教育 后来在党的培养之下 读了马列主义书籍 渐渐明白马列主义革命哲学中 最主要的一条真理是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可以打倒统治者 阶级斗争可以推动社会进步 所以我肯定 长篇的这一主题 我考虑 阶级斗争的主题是最富有党性 阶级性和人民性的 毛泽东同志把马列主义 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使革命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气候 与民族特点 我想如果深刻的反映中国的革命斗争生活 这个革命是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之下 就会透露出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的 当然就是说你认识到这样一种思想 形成这样一种主题和变成文学作品 这还是有一个过程 是不是 那么对于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来说 它有一个提炼的过程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呢 思想主题呢 本身是复杂的矛盾 所以洪奇普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是被打成这样一个毒草 是吧 是为假相农啊 这些方案 是不是 然后这个 那么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同样是这部作品 对它的主题思想会读出不同的一种内容 那么这本身是说明就是说主题思想的正确与否 它终究并不能完全决定一部作品 存在的一种意义 因为主题思想它会是多方面的 因为洪奇普刚发表的时候 在五十年代 那么它是作为现实主义的典范 作为对革命历史生活表现最深刻的作品 它的主题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是正面的 积极的 但是在无法大革命 它从极左的路线来看 它有时候毒草 是不是 它要是要被打倒 就是在无法大革命的 有时候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